放大進物件 那放大進物件呢是FollowCAP 6.0新增的功能 我們把它點選起來 點選起來你就看到兩個框喔 那這個是展示 移錯位置了,來 編輯的復原 再復原一次 我們要移的是這個,這個框 有看到這個嗎 這個橘色的黃色框移到這裡 那這個呢,你看完就知道了 這個放大進物件呢 我們想放大這塊,就呈現在這裡 所以這裡是放大進物件的聚焦區 這個是展示區,你就看到這個 那我們要做修改喔,修改怎麼辦呢 好,在這放大進物件這邊快點兩下 或者點物件屬性設定,也會進到這裡面來 那就可以看到這個放大進物件屬性的設定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修改一下 我們先修改什麼,來源 來源呢,我們要改成什麼 顏色改成白色 那就變白了,有沒有 那這裡呢,在樣式這裡 我把它點選箭頭,切換成圓形 那線條不要那麼粗 4pixel就好了 線條C點,這裡面可以再移動一下 那接著我們改選顯示區域 顯示區域就是目前是方形 那我現在也把它改成圓的 改成圓形 那也改成4 線條,紅色 這地方呢,就可以來完成這地方修改 那中間這個呢 中間連接線就是中間的紅色 我改成,換個顏色好了 跟書本有點不同 不過這樣辨別比較清楚 有看見嗎 那不過呢,其實我們就用紅色 顏色其實太雜太花不好看 我們希望這地方紅色,就聚焦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這個放大進物件 那這裡可以改變喔 放大倍率,比如說改成800 就放大,就變更大有沒有 那這400 那放大倍率可以自己調 那目前呢,也許我們位置我們就調400 這樣就OK 那我們就完成了 放大進物件 好,第一個這個地方是來源 中間這個地方叫連接線的設定 後面這個顯示區域呢 就是放大了局部區塊的特寫鏡頭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